韩国瑜输掉总统大选 韩国瑜输掉总统大选 打给小英总统恭贺选举结果 败选原因全部一肩扛 也要跟所有各位现场的 所有的好朋友 以及我们所有中华民国国民 一起来共同勉励的是 无论如何 明天起来 我们还是希望 见到一个团结的台湾 韩国瑜大叔超过250万票 底下韩粉难过到落泪 现场全是失落表情 因为全台湾县市得票率 几乎一面倒 就连本命去高雄 也被对手拿下破百万票 但他宣布 下一步是回到高雄市 继续市长工作 星期一 我会继续回到市政府上班 农历年要到了 必须要抓紧高雄市的 治安工作 物价的工作 还有各个观光风景区 的环境工作等等 好 蔡英文你会有报应的 你会有报应的 你啦 现场更有韩粉 一度哭到腿软 大骂蔡英文 现在韩国瑜总统梦碎 但回到高雄 恐怕五月就要面临 罢韩团体挑战 国民党在大选中 兵败如山倒 大输超过250万票 恐怕也让韩流 一举失去底气 不仅让韩国瑜 叠下泛蓝共主地位 对他的质疑与挑战 也还没结束 三新闻重的